你 我与西风上重楼 再回首 回首 怎么回事啊 不好意思 导演 卡住了 我等会再来一个 老大你没事吧 那天回来脸色就挺不好 怎么今天 嗓嗓呀 大蒜 辣椒 配醋 我还能活着 已经是配音机的传奇了 没事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 今天说什么也要搬家 不然 非得死在他手上不行 好 应该都没人吧 正好 我会去拿他进来就走 什么声音 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听到了 我又听到了 这次肯定不是幻听 隔壁 暖暖的房间 谁 干什么 你为什么 谁 干什么 快 干什么 仙剑 你又在看什么恐怖片啊 胆子小 你就不要天天看那些 吓人的电影了 啊 不好意思 我进一扫门了 我没带眼镜 什么都没看到 我先走了 祝福愉快 晚安 照我暖暖 晚安 欣然姐 到底怎么回事 说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是她答应我们结束的 我也没住几天啊 谁坦白 谁愤快啊 我先见 是怎么没眼里劲儿的家伙 不是坏人 是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双胞胎弟弟 以前我给你看过她的照片的 最近她毕业 本来在上海找好了工作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辞了职 硬说她这边有项目 非要来投奔我 我的情况 你也知道 哪有闲钱租房子住酒店啊 所以 只能让她暂住两天 但我明明嘱咐了她 让她早点搬走的 谁知道她偷偷回来 还把你吓一大跳 谁偷偷偷了 我是回来搬行李 准备搬家的 而且明明是你告诉我 要趁你室友不在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就是你 到底谁的主意 是她 就是她 你们两个够了 一个把弟弟带回家 藏这么多天都没告诉我 一个咒服夜出藏床下 太多心脏病都要犯了 真是亲姐弟 我拜托你们一定要一生一世 相亲相爱啊 永远不分开 秦燕姐 你别生气 你说得对 都怪这个臭弟弟 他回家也不告诉我 他把姐姐吓成什么样了 我 你也一样 坐下 行了 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了 我们是有缘分啊 也就到此为止了 大家收拾收拾东西 各奔东西吧 别啊 秦燕姐 你不能因为她这么个 倒霉的叶子 奉起我这么个绿油油的森林 秦燕姐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嘛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 以后 我绝对什么事都不瞒着你 秦燕姐 秦燕姐 行了 你们俩谁都不用离开 我走 这是我刚刚拿到的项目订金 本来就是准备留给赵暖暖的 现在就全给你们吧 就当做是我这几天借助的房费 你也别生气了 虽然她平时又粗心又倒霉 但一直算是一个善良的朋友 和不错的室友 赵明杨你个大傻蛋 刚到手的项目金 你全留给他们了 这下怕是连个打车的钱都没有了 真是做人莫装十三 装三遭雷劈啊 不是吧 我 我不会像赵暖暖一样倒霉 清天白夜的还下大雨 你 算了 还是去老金那儿借助一晚上吧 老大 今天女朋友在 晚上就不能陪你了 我去 有异性没人性 是 算了 只要赵暖暖不跟她室友吵架 好好过 不倒霉 我睡过花园也值了 而且 我是真的不想见到她室友那个 女魔头